大家好,我是小静 枸杞作为滋补佳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受欢迎 有句俗语,我们经常能听到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枸杞当中含有大量的氨基酸、维生素 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钙质、铁质 有很好的补干、明目的作用 所以枸杞子又称为明眼子 枸杞味道甘甜,很多人都喜欢吃 但是简单的温水里面泡枸杞 是不能发挥枸杞的营养价值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枸杞最自补、最营养的吃法 能够充分地发挥枸杞补益身体的作用 一起来看一下吧 先取适量的枸杞放入碗中 然后再加入几颗红枣 加入一勺面粉 再加入一碗清水 先把枸杞和红枣清洗一下 我们都知道 干果在运输和晾晒过程中 会有很多的尘土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可以吸附红枣、枸杞、表层的灰尘 抓洗两分钟之后 再换清水把它们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 用滤网把它们过滤出来 控一下水分放入盘中 接下来我们再把红枣的糊去掉 红枣有非常好的补血、养血的作用 尤其是女人 每天吃几颗红枣 对身体有非常多的好处 接下来锅中加入适量的纯净水 先开大火把水烧开 水开之后下入红枣和枸杞 开大火把红枣、枸杞煮上10分钟 枸杞放锅里煮一煮 它的营养成分才能吸出来 煮10分钟之后加入一勺牢骚 牢骚我们这边又叫做米酒 味道甘甜 对身体的好处也非常多 接下来碗中打入两个鸡蛋 先用筷子把它搅散 水开之后 把蛋液倒进去 用勺子把它搅动一下 鸡蛋液定型之后 这个滋补汤就做好了 枸杞放锅里煮一煮 不仅能够发挥它的营养价值 并且它的营养成分 稀释在汤汁里 特别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 并且这个枸杞鸡蛋汤 由于加入了红枣和牢骚 口感也是微甜 非常的好喝 饭后来一碗 对我们的身体 有非常好的补益作用 觉得有用的朋友 可以收藏一下 如果我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 可以帮忙点赞 关注转发一下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拜拜